技术真的很粗糙的话 奥兹乳瓶是有可能的 然后会伤到神经 伤到一些血管 这些都是比较有可能的 最罕见的就是 你会打到血管里面 血管的脂肪 或者是出血的东西 会流到眼睛的后面的动脉 然后把眼睛给弄下了 这是最罕见的 小知识 血管内注射最担心 发生以下状况 随着血流逆流至末端 导致皮肤坏死 随着血流逆流至中央视网膜动脉 导致失明 随着血流逆流至脑血管 导致脑中风 总量来讲的话 一般的微整 比如说 鲁鳥酸那种东西 全世界打量太大了 那个分母太多了 所以它的发生率 到底有没有真的比较多 这很难讲 好 谢谢你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